接下來評價一下蘇恆老師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可以美夢成真呢 好的 那既然說到是美夢成真 這個夢一定要很美啦 你才會希望它成真 那通常我們在夢裡面 會有好的預兆 你會夢到神獸 代表它會為你帶來好的運氣 這時候想像一下 你的夢裡面有神獸 而這神獸是哪一隻呢 它會為了你帶來 什麼樣的好運氣 我們來看下面這四個字 第一個呢 你的夢裡面飛來了一隻 七彩的鳳凰 第二個呢 你的夢裡飛來了一隻 金翅大鵬鳥 第三個呢 你的夢裡來了一隻很可愛的熊 我們所說的夢熊之喜 再來呢 你看到夢裡面有一隻 很健康的烏龜 然後呢 這烏龜很有活力地在爬 這是我們所說的玄武 好 你覺得 昨天晚上你做了一個美夢 你的美夢裡面 會是哪一隻神獸呢 來 玉峰哥 烏龜 烏龜 田董 田董 熊 來 黃 好 烏龜 烏龜 那我選二 大鵬鳥 大鵬鳥 好 來 黃鵬 熊龜 一二三 烏龜 烏龜 我以為只有我會選烏龜 怎麼都選烏龜啊 反正我最近遇到烏龜 你們也沒個牽牌 沒關係啦 好可憐 烏龜 烏龜其實比她們都爽耶 對啊 其實你看她沒壓力 活得滿開心的 那我還改笑啦 然後笑好旅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艾菲爾跟亞蘭姐是選烏龜 對不對 好 那麼這邊呢 哪個方面可以美夢成真呢 感情可以美夢成真喔 為什麼 烏龜飲飯相得益彰 不是說呢 一定會有一個很美好的另外一半 而是你會覺得不管是在友情 或家庭的部分啊 尤其是在這個春暖花開的時候 跟著你們的家人們 一起去郊外塌親啊 或是培養一下家庭的那種 和諧的氣氛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這個時候很容易認識 新的朋友 這新的朋友對你的2024年 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因為金翅大鵬鳥 他就是為了 就是要帶著你幹嘛 青雲直上 好 再來我們來看到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是來看一下 田董選的夢熊之星 好 工作啦 真的好好的認真的工作 這時候能功巧將更上青雲 這時候的你如果 觀眾朋友選到的話 你可能會想要發展你的第二起槓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呢 有人給人你新的提點 讓你有新的啟發 比如說像田董可能又有了新的地 要去研究一下啦 對 那麼在這個時候 你就會覺得工作相對的忙碌 可是工作忙碌之餘 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體健康囉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篤玲哥選的 好 還有這個張 是張聖書老師選的嗎 這個龜這邊 還有小楓 我們呢就是健康囉 對 因為松壽常齡康健百年 在這個時候呢 你特別不需要去擔心身體的健康 因為你有在練氣功 好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你會覺得身體健康 對你來說很重要 尤其是啊 像這個在季節交換的時候 你會特別地注重 但是呢 千萬不要擔心 因為你的身體正在 直線的上升 越來越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美麗的小妹妹選的 好 黃 黃 這時候先恭喜 財運 財運 對 100分 相像王侯 一呼百諾 這裡呢 既有皇上 又有王侯 所以你會覺得啊 賺錢的部分啊 真的是一呼百諾 只要你想賺錢 財運就跟著你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的話 就恭喜大家啦